其实这些头冠 我刚才在看模特展示的时候 有一个感觉 王平 因为耗材 因为它的材质不同 可能有些头冠会比较重 是吧 对 今天在台上展示的 哪一个头冠的重量是最重的 这一个 冠群方 冠群方 对 那这样吧 我可不可以邀请我们的企业家 走上台来 感受一下这个头冠 并且分别佩戴一下 好 来 我们接下来邀请朱涛和马瑞 走上台上 两个最没有研究的人 马瑞要戴吗 你是嫌我个儿不够矮是吗 为什么是马瑞 马瑞你先掂量掂量这个重量 这真的很重 大概有母亲吧 这个直接就戴上就OK了 我们让马瑞来感受一下 冠群方是什么感觉 来 你站好就行了 你不用蹲 你现在站着个头就足够了 马瑞你的脑袋是可以的 可以掉了 扶着点 我觉得 你还别说 把马瑞这脖子以下挡上 给他屁身宫廷的服装 宫廷的服装 来 您暂时 你暂时没事 所以它是怎么固定的呢 正常 有铲子吧 好 等一下 OK 好 等一下 他刚才那个插到那个头里 这个需要用假发 对 要假发 然后他得夹到那个发包里 对 是 刚才想说要攻击 马瑞别动 看向正前方 你给我们来展示一种 你认为灌压群芳的表情 看马瑞紧张了表情 我现在不敢抬头 确实好看 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怕皇冠会掉 对 这个时候要说一句话 别低头 皇冠会掉 皇冠会掉 但真的很重 这 我突然理解了 刚才那些模特 他走得真的很难 因为他 你知道这个 相当于你头上压了几斤之后 我觉得比手好像拿起来更重 感觉很神奇 来 我们接下来让朱涛感受一下 我的天哪 来 您站直 好 朱涛适合这个风冠 他当然真的很好看 他戴上 朱涛戴上毫无违可感 应该说小瑞子 让小瑞子给你归案 小瑞子 他说小瑞 这怪是好看 别歪了 歪了 歪了 太歪了 太歪了 但是我感觉 甭管你演的是女皇 还是太后 我感觉真的挺辛苦的 对 戴着这感觉也挺重的 头发小心 这都是真的 我是觉得 就是这种仪式感 当你把它戴上的时候 你就觉得你的那个脖子 一定要立起来 所以为什么古代 我觉得他们同样会戴那种很沉的罐 也是告诉你 因为我是最威严的 所以我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仪态 对 戴上之后那种感觉就是 我真的觉得你们都 比我要矮一点点 我的气势就来了 通过这个东西 真的 朱涛从了感受这个最重的以外 他想挑一个自己喜欢的 佩戴一下 好 有没有哪个女孩还想戴一下的 感受一下 诶 那个佳姨你过来戴这个 就配你今天衣服 快来来来 花姐要不要 欲戴其官 必成其重 所以我觉得古代她有这句话 真的是她感受到那个重量 她才来的这个金句 对 是吧 对 所以冠不是白带的呀 对 你就带着这个参加今天后边的面试吧 没有问题 朱涛要演那个 比较很奴的 有那个手腕的那个 就后宫最后就剩她一个人了 对对对 就一点都没有违和 无胜说对 毫无违和 我觉得她天生有一种那种 那个太后啊 太皇太后啊 还有那个皇后的感觉 一会看看佳姻啊 跟她站一块 佳姻典型就是半句 就是半集就领盒饭那种 你知道吗 我能无心计 我看佳姻的那个头 我就想笑 佳姻的一脸梦的表情 你看她的表情 所以你看真的 她说你们把我找上来干什么 对称美真的是很重要 来 王平 从朱涛开始 逐一为我们先介绍一下 他们所佩戴的头冠的设计灵感 和意义所在 好 第一个头冠是国朝版的梅蜜 是因为上面有一条龙吗 对对对 有一条银身的楼 来给朱涛一点掌声 让朱涛佩戴着国朝头冠 来一段即兴的走秀 掌声欢迎 好美哦 刚才很专业啊 真的很美 很专业啊 好 音乐不要停 来 跟我们继续介绍一下 佳姻头上的头冠 来 第二个 就是我们一个 飞翔的一个月亮的一个造型 飞翔的月亮 对 两边是翅膀 这两个是一个抽象的翅膀的一个 我想起一首歌 我在遥望月亮之上 对 非常棒 来吧 佳莺 走出月亮女神的感觉吧 以后应该给我们找点龙袍来让我们试试 这个是结婚带的 结婚带的 对 那我就往你旁边站一下 别误会 我是主持人 我是婚礼主持人 我不是新浪 祝花姐新婚快乐 对 祝您新婚快乐 来 花姐 带着新娘子的喜悦 走两步 可以啊 我觉得这个曾花是能驾驭出这个 对 有那个霸气 对 好 好 感谢三位美女企业家 先从曾花开始 你这个重不重啊 我这个不太重 不太重 佩戴的感觉呢 有没有像刚才朱涛形容的那样 戴上的一瞬间 颈部立刻挺直 感觉要保持一种仪态 我其实还不是的 因为我这个 它没有固定嘛 所以我还是很谨慎的 说话它会掉下来 我觉得王萍说完以后啊 我就想说 以后咱们中国的年轻人啊 要是婚礼上真的可以佩戴中式的这种头冠 真好看 对 婚礼的那个喜庆劲 新娘子的那个热烈奔放的感觉 淋漓尽致 来 佳莺 说说你的感受 我这个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月的声音 虽然这个皇冠很重 但是它这个配饰 就感觉自己还挺沉醉的 我这个主要是 因为我也看出来了 是维密相关的嘛 对 可以体现身材 所以我就选了这套 而且比较有神秘感 戴上这个面帘 你这胡子长得比较高 你的胡子都是在嘴下巴这儿 你直接长到了鼻尖这儿 好 再次感谢三位企业家 刚才的体验和走秀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 发送到 非你莫属 全篇2010 at 126.com 如果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非你莫属节目 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 工商信息 发送到 非你莫属 招聘全篇 at 163.com 上抖音 搜非你莫属 官方号 每天中午12点呢 我们将会在我们的 抖音直播间 连线企业家和人力专家 解答你的职场困惑 提升你的职场战斗力 上抖音 每天中午12点 非你莫属直播间 咱们不见不散 中午13点 谢谢观看